駕駛下車匆匆離去準備拜訪朋友 不過下一秒車後方的梯子突然倒下 碰了一聲網車子砸 放賣畫面再看一次 工程梯倒下這一砸 讓車主回來後看少了眼 後檔風玻璃破成蜘蛛網狀 車身也被刮傷 車損修理費用至少4000元 車主第一時間還以為是被惡意砸車 掉躍監視器一看 讓他更不能接受 原來當時是第四台做工程 梯子倒下後 工程馬上衝上前扶回原位 還確診會不會再倒下才離去 我轉頭走掉了 他們應該說這個人應該走不遠 寫個紙條也好 說這個車子被我們的樓梯砸到 如果需要做什麼處理 請你來電話 把時間往前到受害駕駛 當時停好車子到鄰近巷子找朋友 過沒多久走回車上拿東西再離開 梯子卻突然倒下砸到車子 一旁工程目睹趕緊把梯子扶起來 等到工程結束 兩名工程人員收拾離開 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萬一砸到人 我人如果是重傷什麼的 他們也把我丟在那個地方嗎 如果再萬一不離開 被砸傷的就是人 工程人員施工沒有做好防護措施 這下因為輸食砸壞了車 也是難辭其咎 記者陳家豪 黃子鳳新北市報導 今回すご可怕成縷 洞 你 找你 ash